因為目前的話韓福晶至少也要個700分以上無技的才可以 來到今天第一把比賽 DWD選擇藍方 前兩邊阿齊爾以及妮可選擇直接按掉 正常隊伍面對到NAT這兩隻絕對不開 還有一隻就是小炮 那比較考慮的是DWD這邊如果有小炮的選擇 他是可以不按的 他是可以按其他隻的中路 但是還是按囉 那就是沒有選擇要跟剛剛傑哥可能在跳 沒有選擇要小炮傑西做一個交換 那另外一邊的話 按不完喔 因為他的中路還有傑西 然後他自己按NAT這邊自己按LB囉 那就是凱撒選擇直接拿下來 而且前面把兩個WS的MAN角 野河的角色時 蜘蛛威爾哥都不要 賈克斯那要不要選擇直接拿 豬女沒有問題 這個是比較他們NAT常規的選法 就是當有賈克斯的時候 其實NAT是會願意直接把賈克斯跟豬女 直接做一個搭配 沒錯 雖然我們剛剛前面在選手介紹 講了非常多他們的下路角色 但其實NAT這個隊伍主要打的還是上中野 對沒錯 納蒂魯斯 最適合搭配凱撒的角色輔助之一 當然 DWT的選法的話 也有可能這個NAT不一定要走輔助喔 嗯 但是我覺得DWT這樣選的是不錯的 要藍寶嗎 要來直接開始喔 在上路的對線的話 以搶代邊 而且賈克斯其實是不好打藍寶的 雖然說他搭配的是豬女 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打野兩邊都在的情況下 其實藍寶還是佔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喔 對以二打二的情況來說的話 還是藍寶會掌握推線權 對DWT的選這三選我是蠻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在做功課的時候 我在想說DWT要贏的關鍵就只有靠下路 因為他們中野我覺得高機率是打不贏 那要靠下路跟上路的能夠去做一些突破 所以他目前這三選就是下路穩定 然後搭配上路的一個穩定 所以這三選我覺得是我非常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 簡單講就是二打二如果打不贏 那三打二有機會了吧 三打二就有機會可以打贏 這邊選擇直接把瑞空輔助給搶過來了 選瑞空 但是瑞空相對來說線上是不好打這個納蒂武士的喔 是 我覺得也是主打一個下路扛牙 傑西選擇直接按掉 傑西要按 因為左邊目前是POKE陣 就是如果凱撒有POKE 然後藍寶又可以直接遠處撒大的話 那要不要再按一隻夜群呢 是 要選擇能夠把對方強開的角色做封守 或者能夠搭配納蒂武士凱撒藍寶這種能夠進場的角色 NAT這邊我覺得要按夜群 因為其實他們邊線賈克斯是需要分代的 所以把夜群按掉的話 對他這個邊線代的話會比較好受 因為目前其實已經有一個凱撒了嘛 所以如果再搭夜群的話 這個賈克斯在可能20分鐘以後 比較難去邊線分推了 那就要看一下最後一ban給的是哪一隻角色 因為左邊DWT已經把剎牙ban掉了嘛 ban的是波比 對 嗯 拆波比的話就是有點怕你左邊是選擇 沙皇波比的一個體系喔 但是這樣左邊就有一個選擇是可以直接拿 拿夜群囉 對 而且這邊是把西威爾給按掉 那基本上就是放了傑莉出來 嗯 傑莉沒有問題直接選 你認為這個對局是可以拿的 我們其實在夏季賽的肌肉賽也看到蠻多 主動拿凱撒去打傑莉 對但是還是回饋到一個問題 因為 傑克這隻 這隻也算是 就左邊那隻凱撒也算是你喜歡的角色 玩的比較多 對玩的比較多 就是他現在的七等那個優勢 七等升級Q的那個 那個前期碰撞還是太強了 所以相對來說你是會非常怕 前面的碰撞是打不太贏的 尤其是傑莉 尤其我覺得蠻常看到的也是 在選瑞空的情況下 正常的隊伍會在四五邊去 把娜蒂五四個角色按掉 但是他們是主動拿出來 要跟你打這個對局的 對 就是這個我覺得這個瑞空這拳 跟我們當時玩有點像 就是我們輔助瑞空玩的好 查他瑞空是玩的好的情況下 其實可以做一個直接選擇 選擇 而且這裡 Dewish Team直接設計了一個陷阱 給對方給跳 嗯 塔利亞加飛愛的鎖頭組合 要讓這個傑莉玩不到遊戲了 這兩個組合 我覺得左邊的主題性非常的明確 雖然說他們沒有像我們剛剛前面 討論的就是選夜曲的部分 但是他這兩隻其實相對來說 你傑莉 你要跑來跑去 飛來飛去的那些角色 都沒辦法飛了 就你被鎖頭到 基本上就是一套秒了 而且不只是傑莉 右邊其實哪一隻角色 只要被鎖到 基本上是有點難活下來的 對 哇 出 出招了耶 彭Q 彭Q有這一隻嗎 目前從之前的比賽到現在 他是沒有出過任何一把的 你剛剛在PP前三選的時候有講過嗎 對 阿齊爾加尼克是業餘賽 不會有人放給彭Q的 沒錯 然後再來我們也有看到 前面有看到阿里 勒布朗自己ban掉 但是鬥士中路 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拿出來 是 但我覺得相對來說 中路這個對局的話 其實他就比較不怕塔莉亞 因為塔莉亞本身有1的撲牆的情況 雖然說是 會有一點限制移動 就是你位移的話 會被這個塔莉亞給限制住 但是本身他自己有自帶1的技能 是可以解掉那個控場 所以本身在打對局的話 我覺得搭配著豬女 而那些這邊的上中野 強度還是比較高一點 對 而且我覺得我們前面講了這麼多 DWD可能前面我們都記得是一個 偏野和弦的隊伍 但他們今天覺得第一場比賽 就把風格給直接調轉過來 非愛直接交代WSO手上 其實兩邊的主題性都非常明確 就左邊的話是打團非常強 而且鎖頭鎖到就會死 那右邊的話就是看前面 能不能夠滾起一些雪球 然後我覺得還是比較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下路能不能夠扛住 因為目前下路的這個對局是 左邊還是開優一點 所以一邊是 NAT這邊是上半部優 然後左邊這邊 DWD這邊是下半部優 對 我覺得這樣的話就變成是 你從BB上看的出來 捷地加瑞空很明顯是要來扛住這個壓力 但是左邊竟然已經有非愛 那我覺得就要看WSO他的路線 是要往哪邊來針對 因為他其實也是可以去針對 賈克斯跟豬女這個路線上半區的 對 而且相對來說 但是你說真的 你非愛如果要上去抓賈克斯的話 其實難度還是有 就當如果兩邊打野靠的情況下 因為賈克斯我們都知道嘛 其實比較不怕那種鬥士角色 而且前面我們也知道 豬女加非愛的話 這種組合 偏工具人的組合就是 誰先上六等 會對那個半區造成蠻大的影響 沒錯沒錯 那就要看非愛跟豬女 誰是能夠先 前面做到更多事情 或者是線路上有推送的話 能夠進對方面野區 來波壓縮 我比較好奇這個紅Q是有沒有 有沒有真的練這一支 還是說教練覺得 欸第一把可以讓你 紅方試試看 對紅方試試看 但我覺得確實 這角色在目前中路的影響力 其實還是 非常明顯的 前面我們有看到很多 不一樣的出裝方式 有出軍人法衣的 但軍人法衣現在比較 比較少了 因為已經被削弱的情況下 其實現在出的情況是比較 比較少了 比較少人在出 尤其是這個版本牙齡 其實也很多是來走上路 來counter對方的 那這時候就來看韋哲 走在三角草外面 但文家已經看到了 這個對局我們也很常看到 賈克斯在打到藍寶的時候 符文是會直接改代 知名節奏 一等有機會直接 攻到底嗎 對 沒錯 兩邊的刷一路線 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 呃 豬女這邊很明顯 他是想要 呃 其實兩邊都可以往上刷啦 因為基本上 NAT這邊如果要打架的話 其實豬女還是要靠三半部打 因為目前我覺得 從五路來看的話 呃 三路來看的話 五個五個角色 其實 比較難真的有推送的情況發生 尤其是上半部 我們已經知道 藍寶是一定會有推薦權 下半部你也很難真的去推 凱撒加納第五十 所以 你能夠依賴的可能 線上的情況是不太多的 可能需要Alex主動找到機會 對 但是我覺得DW這邊有一個優先權是 當這個非愛如果下三三刷完之後 下路路線如果是可以gank的話 是可以去下路看一波的喔 因為我們也要注意對方的非愛 有沒有可能會來一個反盾的情況發生嘛 尤其是你的三線如果都是推送的話 基本上很容易對方的打野也會在啊 對 那中路這個退局塔利亞打壓寧 其實我們在前面的比賽 夏季賽PCS比較少發生 但是在別的賽局其實還蠻常發生的 嗯 但塔利亞我們都知道其實他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基本上是可以推完線 是不太跟你打線的 就是有點無腦推線 然後去靠打野或者去給邊線壓力喔 沒錯 但是一等火焰噴射機還是把韋哲打到大概半血以下 嗯 有點難受 因為畢竟一個近戰 相對來說藍寶只要點那個火燒 基本上你是很難去吃到冰的喔 對 基本上一等只要不要太誇張 被這個反擊風暴給直接暈到的話 理論上藍寶還是有推線 那下路直接打起來點燃掛上去 恩好已經快沒有血量了 這個局勢跟剛剛PP前看的不太一樣喔 嗯 不太可能打成這樣 被搶到了兩等然後看起來是直接被抬到喔 對 對 這樣下路有點炸欸 因為基本上如果你血量劣勢的情況下 你反而會讓潔力可以前面很好的去做一個 這個農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樣下路線勳告有一點小炸 而且還有一個很怪的情況 我們剛剛看到點燃是套在恩好身上嘛 但是PP了已經把進化按掉了 所以理論上要嘛有兩種情況 我們打A力有兩種 一種是我以為我帶的是智慧或是鬼魂 對 勾到囉 又帶的是勾到選擇嬌閃現離開 但還是被閃現的普攻城中打擊 直接拿下手殺 以燒達想走但看起來有點走不太掉 有閃現來看一下店家最後一下A出來 致命節奏這時候也POP 恩好在等自己的下一個勾 但看起來還是有點困難 再一個出勾又逼閃了 哇這個 我在想說左邊如果前面已經出現失誤 有點小炸的情況下 那右邊這個叫大炸 就是 他出現一個最最最最扯的一個失誤是 基本上已經沒兵在前面了 然後他剛好看起來好像在點塔吧 所以 都給感覺線下的狀態 好像還是沒有調整回來喔 這我們常用一個話來講嘛 太裝了 恩這個是沒有E的 炮車被納地武士給吃掉走很好這個時候 挑了一個蠻極限的距離 在小兵旁邊勾到 哇這個納地武士厲害 這個最極限的距離勾到 而且Pepero是交閃現過來要搶到這個手殺的人 但最後是被點燃燙死的 沒錯 翻了回來 真理自己再翻 這次紅Q也扛了兩下塔 交閃現離開 已經剩殘血了 剩不到100D Alex趕緊過來支援自己的中路 但這個線有點難受 基本上牙年在打上這個塔利亞的時候 其實你的Q3不能隨便亂叫 因為基本上如果你的位置是不好的情況下 是很容易被這樣翻回去 而且翻回去之後你就沒有技能可以做逃跑了 但其實我們如果撇開ID來看的話 這個情況其實是在選完角之後 就已經對上要發生 三線推送 有優勢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手殺給出去了 對 但是反而NAT這邊是下半部 這樣子炸的一個情況下 而且沒閃現了 是有機會再被TW做針對喔 喔 再次翻回來 但是有個四魂陣的效果剛好抵消掉 但是有一個健康步道 再一個玄武廢演 有一個滅魂斬的護盾紅Q還是活下來了 這個就是 但上半部直接月塔擊殺 這是配合WSO的非愛 那韋哲在塔下直接倒地TP也交出來 這波線是完全吃不到了 哇 比較好奇的是韋哲第一波 這個回補TP是什麼時候 因為基本上你回補TP完到線上 其實換血不能太激烈 反而是這邊 虧了兩波兵 然後又沒TP的情況下 很炸喔 沒錯 這波看起來是 閃現點燃都全部交下去囉 對 W 而且剛好空了一個 自己的怒 而且打完之後再交閃現離開 對 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 因為NAT剛剛中路 雅妮他是需要打野靠的 所以其實DW是知道你的打野在中路 所以選擇來上半部做一波進攻 是 對不起 剛剛忘記那個是過熱 差點把紅什麼講出來 那這個時候下路還是有竭力的CS優勢 只是剛剛把400塊交出去之後 看起來裝備面板上是差不多的 嗯 CS還是領先的話 其實就可以彌補掉剛剛那顆人頭 因為畢竟人頭是落在恩濤身上的 沒錯 因為我記得在蠻多選手或是業餘選手之間的討論 我們都有提到說DW是非常focus在打線上的選手 沒錯 畢竟他專業的比一般的選手多了大概十年左右 也不容易 是 那我覺得就要看傑莉在中期的團戰能發揮怎麼樣的效果 因為目前看起來裴貝羅在四名節奏之後 可能不一定是要往我們最近看到的暗影戰擊來走 對 在中路打了起來 但是中路交大絕 但畫面突然往以前來轉 Q3擊飛過來小土群的交閃回到塔下 OK 找了一波機會 大絕換閃現 對 這樣很賺喔 而且基本上如果紅Q這邊打出中路的壓力的話 其實很好去做這個中野的一個配合 而且如果是換血上有劣勢的話 其實W的時候比較難往野區來走喔 沒錯 還是選擇強行踩進來把河道視野排空 嗯 掩護一下自己的中路線 因為目前看起來這個血量其實蠻危險的喔 對 我目前看到現在其實DW的中野表現得都還算不錯耶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炸的都不是他們 反而是其他路線的喔 是 不錯不錯 表現得蠻好的 我覺得就要看他們的物件控局率能躲高了 但是NAD不想輕鬆放過DWT 龍可能可以給 但這個團他們想開起來 但是這樣開不太好喔 因為自己是扛龍的傷害的 從四面八方直接走過來扛了龍 龍還有一千左右 選擇幹了一個鞭子的這樣 但是自己的打野這時候已經倒地了 剛剛才催完打得還不錯 但馬上掛著恩華還給我牆壁走不掉了 刺魂症的效果這時候結束 Doggy選擇滑翔直接走過來 吃了一個納地鼓吃了勾 再被城中打擊給直接定到 但Doggy完全不怕吃了兩發熊母飛的 但還沒有倒兩個人中斧 差一點就要倒 但是自己的AD已經回溫泉了 我這邊想先講一個點 就基本上你要動這個龍是 塔利亞推完線 他是要在這個點草的 而且他點草的話 是可以直接限制要下來 合到Poke的龍 所以他們剛剛很明顯是 站位是完全有問題的 因為你在扛龍的情況下 讓NAT的人員這麼好踩下來 這個決策跟這個打團 打團鏈這樣打的話 這個教練會很神奇的 站位發生失誤了 基本上你看現在就是他們DWT 是完全覺得NAT不會來 可是不可能不可能不來的 因為我清完線我就是會來想來看一下 所以他們在這個決策上面 站位上面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看塔利亞這個時候來 隊友的血量已經被賣到 甚至是死掉了 你塔利亞才到場 對 問題很大啊 這個問題非常大啊 而且如果第一時間小土是掌握推薦權的話 其實你看看NAT的血量也很殘 所以如果第一時間塔利亞就到的話 局勢可能就反轉過來了 我跟你講畫面換一下 如果真的要動這個的話 是N好他是要在點草 然後塔利亞也在點草 所以來的人我可以直接開 然後飛愛可以直接吹出來 所以那樣的畫面感會是比剛剛那個打團 再來得更好一點喔 是 但我覺得這也是中路的對線 所引發的選項之一啊 就是紅Q有推薦權之後 他永遠都是先動的那一方 但小土覺得他有大絕 所以我也能到 可是你知道嗎 DW這樣動會變成說 有一個很大的換移處 是因為剛剛我們在討論說 Dogi其實他是沒閃現的 所以剛剛如果是策劃打下半的話 會是更好的選擇 好但沒有閃現 但NAT反而是主動攻擊的那一方 雷霆萬鈞直接打開了 嗯 直接通電 那下路線這時候佩佩肉只剩半血左右 而且完全沒壓力 而且打野這個時候是在上路的 是 但兩邊的打野這個時候都已經露頭了 剛剛W的時候上來的時候 應該已經有被視野給看到了 對 所以Alex跟韋哲這時候選擇 直接往御視者這邊來動 吃了一個薑果回雷下血 但DW還是想來接這一波 藍寶是有大絕有點難的喔 就要看什麼時候來激活他們的第一個目標 因為這時候 兩邊的中路都還沒有辦法支援過來 小土剛剛已經把大絕給支援出去了 而且紅Q看起來思想 來卡一下對方的位置 雅妮卡的位置非常好喔 一個人卡兩個 這個時候選擇直接交自己的大絕 反而是W的時候 就是取自己的大絕完之後 馬上就倒地 Alex也交了一個冰河龍 紅Q上來套了一個點燃 終於被文家給換掉 但是自己已經過熱 沒有辦法交出火焰噴射器了 這個 等於是扯 被小土給偷走了 算不幸中的大幸 但人看起來也要被留住了 再一個反擊風暴跳展打過來 變成冰塊 小土也只能倒地 我覺得紅Q玩得非常好耶 他不是走這個 松左直草下來的 他是走對方塔下來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想要透過他自己的優勢 知道小土是沒閃現的 所以卡他位置 他整個配合跟溝通 看起來都很到位喔 這只能說 唯一沒處理好的就是 不小心被塔利亞的石頭 K到這個意識者了 是 那個是最可惜的 再看一下這一波 我覺得紅Q這邊玩得真的很好 因為他知道對方的中路是沒閃現 所以他來這邊卡住他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而且他完全不怕他直接Q3上去的 對 而且Alice也很飽 就是他看到這個 悲哀感覺想要去抓這個紅Q的時候 他是選擇往下打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決策跟踩的位置 非常有水準喔 是 21直接不見了 沒擋到 但最好的消息還是 小土自己其實也倒地 所以NAT其實還是掌握人頭交換上的優勢 對 但是你看前面的碰撞我們都知道嘛 其實藍寶這邊應該要有比較大優勢了 這個笑臉我感覺有稍微有點那個感覺了 感覺等一下又被菲尼罵了 不是 為什麼你可以站在那個意思的後面 那我覺得前面還是衍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中路的對線影響了下半部的團戰 跟上半部物件的團戰 對 阿哲我們再拉回來談 因為我們知道DW要贏的關鍵 為什麼我為什麼喜歡DW的選角 是因為他們的下路線 我認為他們前期要有優勢 但是很明顯 剛剛動那一條龍 下路優勢沒了 輸錢了 好 那上半部的優勢呢 目前看起來是有的 可是中野目前也開始在搞了 所以他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是選擇比較後期的 然後他們這個前期也是要有一點相對的優勢 他們現在是沒有的 沒有任何優勢的你知道嗎 是 但我覺得他們團戰的想法沒有錯 因為其實三線是推中的吧 但是 團戰前的佈置可能就沒有想像中來得這麼好 是 但是韋哲會給機會嗎 想越塔喜兵 但是剛好被文家可以逮到 WSO 舉了一個 迅程衝擊直接走過來 但中路直接來了一個單殺 韋哲 摸了一個眼睛 選擇直接往對方的野區來走 這個接技看起來有點問題 因為我設在他跳的那瞬間 其實是有機會接R的喔 不知道是因為對面有閃現 可是其實藍寶交閃也是可以去做追擊 所以 這邊比較沒有想要去做一個擊殺 沒有沒有看懂 沒錯 但中路這個位置 交的閃現還是倒地 而且我們在前面剛才就已經看到 小土站得已經其實很後面了 WSO 在野區 剛好被黏掉 選擇交閃現往後走了 沒閃現 紅Q看起來 前面打的 已經 他已經站在這裡了 已經站在塔下 而且他是連經驗都 不太敢去聞了 走過來想聞一下 馬上被處罰 完全動都動不了 再一個滅魂斬 交閃現往後走 有一個陣地之急 但是 像你前面所提到 壓寧的四魂之刃 剛好可以抵消掉 走過來 Dogi 直接滑過來 吃了一顆自己的大絕 兩個大絕鎖在結體上 結體被秒了 那失去自己的AD 這個時候浮衍沒有傷害 也交閃往後走 這邊摸了一下嘴角 Dogi摸了一下嘴角 神是請到了 但是好像走得很快 是操作可能還是有一點問題 因為剛剛E的那邊其實 很明顯是直接被鎖頭了 所以他是連閃現都按不出來 他是直接被 納蒂魯斯的R跟非愛的R 兩個R接在臉上 動都動不了 直接被秒殺 這個也是為什麼納蒂魯斯相對來說 左邊是鎖頭的 就是你要做這個位移的時候 其實你被鎖到第一派 第一派的CC 很容易就直接被秒掉了 對 這把比賽如果 持續做人頭交換 往後拖的話 其實對DWT來說 是還蠻劣勢的 嗯 目前打到 這個時間點為止 其實NAT有的經濟領先 也沒有到這麼多 但是 三線的 經濟跟反轉之後 其實原本我們看到DWT三線推 但現在反而是NAT的三線推 沒錯 因為最主要裝備輸太多了 然後這邊兩條龍 又被NAT給碰到的話 其實 左邊壓力很大 左邊壓力非常大 對 原本應該是他們要掌握這個小龍的節奏 對 你可以看到小圖 目前他是連 兵都不敢碰 他只能夠等紅Q 把線給送進來 哇這邊中路直接兩等等差 他還需要擔心紅Q如法炮制 就是再一個Q3跟R直接送在他臉上 沒錯 現在中路的等差已經來到了 將近要兩等了 而且如果中路的局面沒有辦法打開的話 這個塔利亞可能就很難處理到後期的賈克斯 嗯 其實DWT在如果剛剛那兩波團沒有這麼炸的情況下 其實DWT他們是可以去做邊線的限制那個賈克斯 因為塔利亞他本身大絕是需要用的 可是你看到他現在九等 他塔利亞的大絕只用了一次就是那波龍團 還是打出的龍團 所以 這個是目前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辦法去做到邊線的壓力 但那波團其實已經算是DWT打的 算很接近 所以 就可以知道他的存在感其實是需要非常大的 嗯 沒錯 這個塔利亞是需要往上或是往下來做支援 因為這把比賽凱撒跟納蒂武士其實也沒有什麼存在感 沒錯 扣除掉一開始的限殺之後 其實裴佩洛這把沒有什麼能夠發揮的空間 這邊是有蹲到的 因為那個探照球過我是沒有看到這個打野的位置 只有看到文家 這個探照直接衝出來 舉大絕火不連擊 動都動不了 韋哲直接倒地 450塊的shutdown給到文家 OK 這邊只能說被騙到了 因為那邊打了出去看了那個藍寶往後退 我跟你講是一個正常人 都一定會想要往前打的 覺得你後面沒人嘛 沒錯 理論上是不會有人在的 但是剛好被W的時候 在你的一草可以直接蹲在裡面 沒錯 那這樣下一個物件 就要看一下韋哲 理論上還是能到 因為身上也帶了一個TP 紅Q 少野過來接大絕 但是兩招都沒有中 那看起來最後是有點困難 艾特選直接支援過來 Q3再次擊飛到 傷害不足夠 但還是又把文家的閃現 而且也打退了 恩 文家這邊有點太怕了 因為他如果有這個 本身是牙寧專精的話 會知道牙寧準備回去了 所以是有機會扣這個閃現的 是 但這時候W的時候 雖然Q技能衝出來 但是 黃Q已經知道你沒大絕了 恩 那下一波理論上就有點難做物件團的爭奪囉 因為目前看起來三線推進的話 賈克斯這個時候韋哲也來到下路線 對 而且我覺得NAT這個掉線是非常好的 就是把有電刀的節力掉到中線 相對來說在NAT的這個營運上面來講 會變得比較舒服喔 是 而且你可以讓這個邊線的這個塔利亞更難受 而且節力相較於普通的 傳統後期的AD 他的優勢就是一技能可以直接滑走嘛 所以 真的在中路線被鎖頭 他不一定 左邊是不一定能ALL IN的掉 是 而且再加上有電到的優勢 這個線權理論上 都會是由右邊所推送到左邊的 沒錯 現在凱撒就有點難發育了 現在只有一個狂暴力量加兩把長劍 很難在這個時間點發揮到凱撒的優勢 可能這就需要等到後期了 這邊想要先直接給邊線壓力嗎 這時候竹女ALEX選擇直接當自己上中兩路的保鏢 還要來中這個預示者 嗯 那這樣就要韋哲稍微歸一下 對 目前DWT這邊的這手的交換打得是不錯的 就是中線推完之後輔助也跟著往下跑 然後硬要擠掉這個外塔 下外塔 往對方的鏡向下半區做進攻嘛 沒錯 已經知道這個時候上半區是有點難做爭奪了 對 但下一波團 小土可能就是DWT 能不能贏下下一波團戰的關鍵了 但文家這時候又被紅Q給追子打 再一個Q3沒擊飛到 但光是這一套傷害剩半血了 嗯 很難受 畢竟這個中路剛剛他拿到很多顆頭嘛 所以這個裝備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沒錯 這邊已經把海妖給拿出來 而且還沒有回補過 這邊紅Q還要再彈一波班 裝備是沒有比較好的 這個藍綁是比較好的 結果跟他這樣換血受不了 他是多了一個閃劍 多了一個發電機 但還是打不贏 那下一波塔利亞的大絕 怎麼使用就很關鍵了 是 塔利亞現在就是 他被綁到邊線最大的難受點就是說 他畢竟沒辦法去支援到兩條邊線 他只能支援中路 或是他回補之後 要從線上過去支援隊友 所以相對來說他在邊線上面的 跟踩中路的難受度是不同的 加上他的裝備現在其實也落後了不少 你看一下兩邊的裝備差距 中路 紅Q已經兩件裝了 他已經有神話裝軍人法衣了 那等一下牙寧只要在正面的話 對DW是有點難接喔 對但DW不能這樣直接被開喔 順到Alex旁邊這時候 以色拉直接開台 再交了一個大絕 甩的是恩豪 但恩豪有個水晶血馬上就往後走了 有一個健康步道 想來勸退一下對方 但NAT這時候把對方給壓縮出去 不讓對方踩進河道 OK這樣反而是右邊這邊 把這個視野給踩得回來喔 而且韋哲這個時候也直接支援過來 身上沒帶TP水準也直接走過來 再次頂出去 Alex又在賣自己的血量 被勾到 吃了一個勾走進來 正面直接開台 火步連擊兩個大絕送到Alex Alan還沒有倒 有一個視野剛剛美德這時候 一個大絕 直接掃到三個人連殺 這邊上雷靈環軍 跟蹤已經拿了一個四連殺了 準備要拿PENTA啦 無殺嗎 再次走過來 但是韋哲的跳斬 最後把這個人頭給直接拿到17分鐘 2KT就打出0.5 哇 欸很可惜耶 剛剛如果扛塔的不是DOGIE的話 應該是會讓他5殺 很可惜是他扛塔 剛剛那個通電直接通到四個人臉上了 哇最關鍵的是 第一拍的那個Alex是沒有死的 有點浮誇 傷害很明顯是不夠的耶 但他已經是一個 他算是非常優勢的珠女 所以才可以這樣去賣 對 但我覺得左邊這樣開 你說真的有道開得很好嘛 其實我們都知道左邊他是屬於有點Poke陣 就是需要靠塔利亞去做一個 這個Q技能的一個消耗 可是很明顯剛剛那波團是 還沒有做到這樣 就先做開戰的動作囉 對 但他們的O1目標其實已經非常一致 就是要先把這個珠女給秒 然後搭成一個減圓差 對 但很可惜最後差了一點點 沒錯 就如果這個雙C發育再好一點點的話 也許Alex就能夠被秒掉了 是 再看一下這波 稍微再合到游一下 然後選擇往 從野區轉中 要把這個中線給直接搶掉 甚至有機會把中塔給拔了 哇這個滿血的 你敢勾嗎 走出去選擇直接開勾 翻了回來 藍寶大絕 哇 傻的有點 藍寶大絕如果再傻到他後面一點點的話 這個珠女會死 有一點點歪 有一點點歪 一點點 你也可以說他們的CC勸佩爾 其實沒有拉到最滿 但後續轟Q這個進場 太關鍵了 對 但我覺得這樣就是 你這樣開一戰其實相對來說 哇這邊很可惜 就兜地坦塔啦 不然這邊就是給他收 就我覺得左邊這樣開還是不好 因為你如果今天不是勾一個C位的話 你勾一個很滿血的一個珠女 我是我是AD 我會不想打那一隻你知道嗎 神明笑了四個共品啊 哇 但又抓到機會了 TP下來想直接來 開兩隻 大絕再次命中這邊封命檔直接打到兩個人 二刀流奧義 這次紅Q在後排 已經把兩個人給直接收掉了 又是Dogi的收割 這時候Pepero走到正面 但他完全打不動Alex 那將野區再次被NAT給佔領過後Pepero 剛剛已經交閃線交大絕 這時候大絕還不夠轉好的 身上被掛了一個天下流星錘 第二段交進化節點 還是被Dogi的激電連帶可以直接電死 哇有點太虐了耶 還要再來進攻 剛剛浴室已經放完了 中路二塔已經沒了 上路的二塔也沒了 這才不到20分鐘 對 哇我覺得DWT在打一些小團的一些判斷上面 還是做得比較差 而且你可以看到 打完自己的三環 大絕直接舉下去 輔助殺手嗎 可以把以色拉給換掉 但自己的人頭可能也走不掉 如果WZ一死這個巴龍 NAT有機會來直接開吃了 OK你願意交一個閃去殺一個輔助 你也不願意用這個閃來偷巴龍 輔助殺手 但最後NAT拿完剛剛兩波 算兩波大團的優勢之後 這邊選擇先回補 對我目前沒有比較少 比較難看到DWT的翻盤面 因為最關鍵的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所提到 就左邊他是需要靠Poke去開戰 可是很明顯他們在這幾波的開戰 都是很很臨時 甚至說有點亂的開戰 而且不是我們在前面VV提到 需要人多打人少的這種情況發生 因為如果單純是線上的單挑的話 很明顯目前是打不過 但是如果現在是多人出 人數差距可能也打不贏 最主要DW卡不住你知道嗎 他在邊線想要發育 但是營運上面又輸給NAT NAT又可以抓到你想要發育的時間點 去抓到一個多大勺的機會 沒錯 就剛剛只是想往上路線 再推送一波馬上就被處罰了 這個兵可以吃嗎 不行 但如果吃的話可能就會被處罰到了 馬上下一波要抓誰就是NAT 他們可以自己來選擇了 而且NAT這邊最穩的話 因為也不要給這個左兵有偷巴龍的機會 其實最穩的話也可以等這個2分鐘後的小龍 沒錯 那現在的話就有超過8000塊的經濟優勢了 但我們在上禮拜PCL的季後賽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看過NAT在差不多這麼優勢的情況下 比賽卻輸了 對但這把我覺得不一樣啦 這把不一樣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是有一隻分帶角 那現在的話 右邊其實打團都是非常強的 因為賈克斯現在的裝備也很好 雖然說他是帶破船戰斧的 那他邊線跟打團的能力其實都有 而且我覺得這件裝備在目前的Meta優勢下 就是他第二件裝出擺的時候 其實他CP值還蠻高的 畢竟給了蠻多的血量 所以他在邊線其實也不太容易被抓死 對 而且NAT這時候先把視野給排空之後 打了一個球果下來 但是已經有被視野給稍微瞄到 所以這個時候DWT已經知道對方在動巴龍 適合速度也不快 但這個動沒有那麼好 因為基本上目前還沒有一個落後TP 假持針打人滑過來 加一個大絕 WSO動都動不了 直接被變成動死骨 再一個視溫真的效果 這時候Q只能夠回到河道 但巴龍看起來是要直接開吃了 OK這邊就是知道你上一波交閃殺我吧 沒有關係我就先來蹲你 而且WSO剛剛是直接被CZ給灌到死 他連大絕都按不出來 DWT這個時候才走過來 但已經有點來不太急了 兩千多左右 來看一下這個時候選得出來打人 交魅惑直接開台 抬到兩個人 再次魅惑到Paypro也動不了 從後面走出來 韋哲直接來個閃現 有兩個 正力之役把人家給翻走 但小董看起來也走不太掉了 正面隊友全部倒光 這樣子也跑不掉了 反擊攻爆 舉完敲兩下蓄力一擊 打了一個超大球果 但另外一邊就有Alex 再一個重擊 反速到有一個正力之役 翻走但人頭還是交到豬女身上 太難受了 這邊還想要去接團的話 就是有點在送頭了 因為基本上 我們剛剛看到以色拉 他其實還有閃現有大絕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進來到一個 我可以開戰的位置 我就會果斷做一個開戰的動作 而且這個巴龍時間點對DWT來說 有點太絕望了 如果是沒有下一個物件的話 他們還有機會做發育 但是下一個小龍 而且是龍魂馬上就要出來了 嗯 這個飛愛玩的 有一點點怪耶 因為基本上你集權的話 你不會那麼靠牆 他這個集權是感覺是想要下牆的 但是 感覺操作跟意識沒有 不在那個線上 但我覺得他們第一時間的判斷其實也比較難 因為他們沒辦法知道 到底吃到多少了 所以他可能急著要下去啊 這邊又打了起來 又打了起來 韋哲稍微給了一波機會吧 沒有他選擇直接反向來 瞄準這隻Pepero 但是已經被文家給shutdown掉 走過來 紅Q有一個軍人法衣 抗了蠻多的傷害 但最後這個shutdown是給到小土生了 七百塊錢 好啊好啊 再五分鐘 再五分鐘 再脫掉兩個發龍中 原本他們是一樣想處罰上路的邊線 但是自己被逮到了 對 這邊就是想操作啦 那就讓他們嘗試一下吧 看到細節囉 Alex比了一個讚 還沒走過來自己 上中倒地了 對 他們最主要是讓賈克斯分帶 然後去動這個第四條龍 那左邊因為也知道說 第四條龍接不了的情況下 想抓邊 那也確實抓到了一波機會 原本可能是一個 上下兩條路線同時帶進去 但現在的話就變成是 只能把下路的二塔給帶掉 但龍理論上還是 要 NAT這邊直接拿到之後 下一條遠古巨龍 還能再拖嗎 五分鐘夠不夠 但是NAT這邊不會給他機會啦 應該會下一波就直接做急劇的動作了 是 下一波團戰結束之後 理論上遊戲也結束 不會再看到遠古巨龍出來了 對 這個再拖五分鐘 這個教練應該要神奇了 黃金交叉 看到這個探照之花 這時候Alex看到對方家裡有人 W手選擇直接交閃離開 再比了一個讚 這一波是十項殺手 吃了十項交了閃 OK 而且原本他其實是沒有被看到 是Alex打了一個生化科技的探照之花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家裡這麼有人 對 那你非愛沒有閃現的話 你真的舉到的話 你也跑不掉喔 就 只能當一個自殺殺戰客了 直接走過來 佩佩朗 有大絕有進化 但是沒有閃現 交了一個一技能隱形 往後來走 一個出鉤命中道 在一個等級值飛彈閃的還不錯 但傷害這時候還不夠 而且韋哲就在自己家裡面 再次開閃到兩個 佩佩朗 能夠一技能回到隊友身邊 再一個登滴滴滴 但是這是翻走的 韋哲還可以往後走 活步連擊 直接舉進去想秒殺對方的韋哲 但是完全動不了 走進去沒辦法動 而且這時候再來一個二刀流 奧義直接斬進對方的家裡了 這個扭還算可以 家裡跟對方拼槍 把小圖給收下之後 下半部文家也要被Dougie給電死 OK 那這樣看起來就是一波了 十一個頭的傑立 這時候把兵線帶進來 看起來要直接一波結束比賽了 上下兩路同時帶進來 三線都進來了 那最好的情況當然是直接一波 最差也是三兵贏了 還要再玩嗎 我感覺可以拼一波呢 就現在對NAT來說 最慘也是拿到對方三座兵贏 對對對 這才26分鐘 現在要守三條路線 對DWT來說太困難了 這邊把上路兵線跟下路兵線都帶進來 要回家嗎 只能夠選一個路線來清 這時候下路的兵贏 是放給了對方 沒有選擇拆到底 要這樣喔 要這樣踢光頭 要這樣子喔 兩路兵贏沒了 DWT這時候才 只能夠走進自家的野區了 而且我們看到牙寧他其實有這個小金人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密的有小金人 然後ADDWT他有一個復活甲 下一波 感覺隨便玩耶 這個牙寧是三件半 豬女三件半 沒錯 現在最瘦的反而是韋哲 但他還沒有回補過 對 這波回補過賈克斯如果也三件裝的話 對左邊來說就幾乎是人均輸一件大裝 對我覺得DW這邊可以去思考一下 待會到底要怎麼做PP 因為如果連現在 這麼我覺得PP已經PP很好的不錯的情況下 都贏不了遊戲的話 看起來要出招了耶 你說會唱歌的 死哥打野啊 死哥打野啊 理性中路啊 這種角色有感覺要拿出來了 可能要有這種前期碰撞 一定要有優勢的角色出來 因為很明顯看到其實 WSL他是不太適合玩這種工具人節奏角色 我覺得反而你不要讓他做事 你讓他刷 刷起來他來C 我覺得這個決策上面可能會是 他們比較能夠贏的 這個團戰的關鍵喔 因為我覺得蠻明顯就是 第一波上六等的那一波的關鍵 就是飛來第一波大招怎麼去使用 其實算最關鍵 但第一波其實DW根本沒打到的 沒有重點是他們也沒大決 他們在動小龍那波他其實才四等喔 對 三兵贏 有一個斯化科技龍魂 但這時候剛好被健康步道給直接暈到 W手選的直接舉行 但是有一個技能可以直接規避到 以色拉這時候直接衝進去魅惑到四個人 先來隔開一下戰場 這時候魅惑來一個大決又攢到三個 配裝魅惑的反擊風暈 直接暈三個人 C圓直接接好接滿 這時候再一個Q閃 直接頂到對方的小土東儀 又再次開地拿下TripleQ 哇 這樣子 太虐了 還剃光頭 大比分剃光頭 而且將近是 只讓對方拿到兩座塔 四龍魂28分鐘 NAT打下第一場比賽 OK 狀態真的很好耶 就是 感覺是上中儀也打穿 但是我們下路笑的是